字幕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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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主角正是宋希尼口中的 發心是前男友Andy皇國正 不過我們先關心一下他的近況 今早他在微博寫下自己哭了 原來是好友藍希妹 補送他生日禮物 讓她激動落淚 再說回今天主角 宋欣妮和Andy交往多年 2010年底已分手收場 去年年底 男方在網路上 PO了一段疑似影射 宋欣妮和吳宗憲有染的留言 不但挑起這段 遠慮之間的炸火 還被宋欣妮爆料她 其實早在她和宋欣妮交往時 就被一週刊拍到 她夜會某玄妹拉妹 去年底她和宋欣妮 隔空交戰時任 蘋果也直擊 她帶了臉大男也大的梅亞 回家交流 但短短一個月 大臉妹似乎已經out了 蘋果上週直擊 Andy又和另一名長髮妹 現身東區評價燒烤店 欸這妹乍看 沒端詳出什麼特色 就姑且稱她爆文梅亞 她大概是真的了 低頭狂吃 放著爆文梅亞在一旁發慌 Andy大概是聽到爆文梅亞的心聲了 總算抬起頭和她抬槓 咱們家狗仔拍的都餓了 忍不住夾片葉子 也是人之常情定說是吧 用餐結束後 他們走出餐廳 爆文梅亞外套包得很緊 看不出辣度 Andy則是站在店門口 玩起手機 把爆文梅亞又晾在旁邊啦 你什麼都不肯對我說 請你不要再閃磨 最後她還自顧自吞雲吐霧 欸還記得她上次接受蘋果訪問 談到宋欣妮師曾說 害我一直在抽煙 我聽到宋欣妮三個字 就抽成兩包了 對啊 重點是這天受訪後 她勾著大連拉妹回家 她上週又改回爆文梅呀 又是同一款造型欸 蘋果娛樂新聞 Andy哥把眉妝帶哈給